你看 你看 好好成這樣 壞壞壞 成大雅 七位小小選手邊練習邊大哭 但擦乾眼淚繼續再站起來 因為夢想有天要去奧運 當年這部翻滾把男孩紀錄片 感動了多少人 15年後 感動的淚水 再度搬回大螢幕上 那一次選擇剛好幫我們 就是又聚在一起了 天啊 有了那麼多人 我們又在一起訓練 新的紀錄片翻滾把男人 男孩都各個長大成人 但繼續留在戰場上翻滾的 卻只剩下黃克強 以及李志凱這對好哥們 李志凱的兩個女就哭了 他長大怎麼辦 他要互相競爭 但想說很像 李志凱去年4月 搶下禮樂奧運的門票 在賽前一個月 卻因為訓練傷了右腳無緣 排進前8名晉級決賽 留下無限遺憾 但李志凱不放棄 因為練體操 哪有趴落比的道理 2017年試搭運 但回城多下金牌 這意義真的是很不一樣 尤其自己在自己家主場比賽 那種心情是更放鬆 好友黃克強 雖然受傷無法參賽 卻沒有選擇放棄 共同將目標放在2020東京奧運 回顧這15年來 如何從翻滾把男孩 進化到翻滾把男人 導演林玉賢說 一切都是因為這個約定 那時候金馬獎頒獎完了 然後小朋友也都很開心 要不要繼續拍下去 然後他們就說好啊 那我們就說拍什麼 黃克強就說 我們拍翻滾把男人 兩人一路走來艱辛和挫敗 但亦敵亦友的照進故事 讓夢想一直在持續 也讓金牌體操之路 被大家看見 你看喔 一路翻滾 人道歐陽會拿到監獄 這一生的翻滾最唯一的 記者中的報導